这个地方是四川省的达州市 达州市位于四川省的东北部 大巴山兰路 这边常住人口537万 他和陕西还有重庆接壤 现在我要坐特九次列车 到四川的广安 今天是元旦假期的第一天 火车站仍还是比较多的 马上就要告别2023年了 迎来2024年 祝大家节日快乐 节假日吃好喝好 对面是达州客用西站 从达州到广安只需要一个多小时 比较近 这两天在重庆待了几天 我刚是从万州坐火车到达州 达州距离南充还有重庆广安 陕西的安康非常的近 最近这边前期特别阴沉 昨天在万州一直在下雨 雾特别大 到达州也是阴天 明前开始要下雨了 前边就是达州站 达州我来过两次 这个城市也挺好的 距离陕西特别近 达州有道西安的复兴号 乘继列车 它隶属于成都铁路局管辖 达州是四川的东大门 这边有乡渝铁路 还有达州到巴中的铁路 达州到万州的铁路 达州到成都的铁路 交通比较便利 达州站是四川 重庆 陕西三省交界的交通枢纽 它也是四川省第二大火车站 现在达州站有好多城际列车 去重庆的 去西安的 去南充的 去巴中的 所以交通特别便利 出火车站之后 一边是公交车站 那边是出站口 正对面是进站口 这边是售票大厅 边上都是一些住宿 还有餐馆 从达州到广源 需要一小时十八分 票价是十八块五 两个城市之间离得特别近 特九四列车是从北京西 开往重庆西的 一路会经过石家庄 郑州 然后到达陕西的安康 进入四川 到达州 广安 再到重庆西 火车站人比较多 特九四十二点四十八分 从达州出发 历经一小时十八分 两点零七分 到达广安 看一下那个出站口 人密密麻麻的 请站 特九次 二楼五检票口 可以去潘芝花 成都 重庆 上海 北京西 呼和浩特 西安 洞七七四次 济南空明 从四川的达州 还有一趟开往陕西安康的工艺小卖车 1066次 这趟列车会经过万元 还有秦巴山区当中的一些乡镇 这是一楼的第一点票口 他这人 这十二楼 这队排的一眼望不到头 全是特九次的 到重庆的人特别多 这个队有几十米长 这个是特十次 重庆西开往北京西的 自检票口是快1158次 成都西开往上海的 平时火车站没有这么多人 先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让他们先检票 没人我再进 这排队要排多久 进站 从北京到重庆 全程需要24小时左右 吃了 生有点多 半天先走进去 人子 这个应该是去重庆的 长季列车 到了小平的故乡 广安火车站 广远 位于四川省的东部 这边的户籍人口453万 四川人口比较多 重庆 人口也多 我现在打算 沿着这条街道 一直往前走 看一看 然后找一个住的地方 今天先休息 这边有一条河 炒面 这是 五圣 零水 广安距离 重庆 坐火车只有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特别近 比成都近 坐成继列车到成都需要三个多小时吧 差不多 周边全是旅馆 这条路是战前大道 这边是商贸街 再往前走一走吧 半只十块口呀 这么便宜 逛一下这个步行街 简单 在街道上走一下 这边牵区好 一圆一串 简单看一下 找一个住的地方 甘蔗 就是一些水果摊 这个假期住宿有点贵 这个56块钱 比这边还远着 最便宜的了 这可以吧 56块钱 一点远 这个地方有点偏僻 便宜 晚上住在这边 明天到处看一看 这个 宾馆还挺大的 非常老旧的一个宾馆 房子很大的 空调啥都有 这个房子为什么会这么大 华丹挺干净 但是有点烂 挺干净的 收拾的 这个地方挺好呀 还有太阳照进来 挺好 这房间刚是收拾过的 你看这点水 刚才收拾出来 后边是一些厂区 这边应该会很安静 一面镜子 可以了 最近反正住宿挺贵的 能找一个十多块钱的住宿就行了 电视反正我是没看过 一架也挺多的 你看这边 这边也是一架 两张床的标间便宜 一般都是大床房比较贵 这种标间是最便宜的 这个床也可以了 1米5的床也挺大的 今天在火车上特别热 这个特酒次也是一个 北京到重庆的标杆车 我跑到车厢中间的位置 车厢那个连接处 那边有风景来还可以 坐不住根本就 总是我穿得太厚了 怎么样 五十六块钱的房间 今天元旦呢 我打算 点一个外面吃 看有啥吃的 叫一个外面吃 这边吃饭还老远了 又得走一两公里来回 又四五公里路到城区 这边有外面吃 气候没那么湿路 没有那么潮湿 前两天在重庆太潮湿了 我的包衣服都是潮的 昨天晚上找了一个带空调的 给我简单烘干了一下 还可以了 要不然衣服穿着身上都不舒服 红身黏糊糊的那种感觉 到四川了 那就吃一个麻辣烫吧 素菜十六块八 这是套餐 火锅泡面 肉的都需要二十多块钱 招牌 是这个 二十五块钱 微麻 微辣 吃清淡一点吧 晚上 外卖已经送过来了 二十五块多 加了香菜 雪花牛肉 午餐肉 包心 豆腐 加了几样 制米饭 这两天在重庆走的腿特别的空感觉 一点精神都没了 昨天晚上 没咋睡觉 有点累 又十五年了 该擅一下火石 闻起来特别的香 不愧为川味 这个是雪花牛肉上面 看 这么一桌 豆腐皮 菜花 下面是豆芽 盐藕 等等吧 还有 好多 白菜在下面 昨天在 万州 本来想吃点烤鱼 但是那个鱼太大了 一条鱼要三斤 我根本就吃不完 也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好喝好 这个味道刚刚好 我真香 休息三天时间 一年了 我都没休息过 每天都在赶路 赶路 赶路 都在赶路 这两天 最近这边都有雨了 但一下雨 拍视频 特别不清晰 雾气比较大 空调也打开了 窗帘也拉上了 我有些累了 我得休息一下了 好了各位 之前做特酒次 从达州到了广元 找了一个56块钱的房间 还挺大的 设一个麻辣套 咱们下个视频加吧 节日快乐 再见各位